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德斌是谁?TVB资深绿业了,现在已经离朝了,在香港娱乐圈已有30年的资历,上世纪是在四大天王同期出道的,其中有大半的光阴都是贡献给了TVB港剧,年轻时一直不红,反而在这几年它越来越成熟之际,才开始有人关注到它。 作为前TVB绿业之一,黄德斌多年来大概是甘于平凡了,和圈外女友就一起走过了那么多年,这个期间黄德斌从来就没在圈中闹过什么绯闻,从而得到了TVB好男人的称号。 新闻上更多时候见到的是黄德斌的工作动态,或者是和女友在外逛街约会的照片,两人感情一直都很稳定,不求大富大贵,只求安心快乐,就因为是TVB绿业。 多年来黄德斌人气不高,所以赚的也不多,但在几年前,都愿意拿出十几万给女朋友Joswell做投资,在香港尖沙嘴那一边开了家服装店,有空的时候黄德斌都会过去帮忙打电架。 记得很久之前,就有记者问到黄德斌何时迎娶相恋多年的女友,他表示希望是在自己事业有成的时候领娶她,如今当初说的承诺已经兑现了一半。 已注册,但黄德斌谈不上事业有成,因为她现在已经离开了TVB,要单独去外面闯淡了。 其实可以理解,黄德斌可以等,但是女友Joswell今年都39岁了,也是不能再等了。 结婚,终究是两人踏向稳定的一条路,组成一个家。